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每年三月份就会有一群来自各国的自由车选手 他们不远千里而来来到台湾 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自由车环台赛 而您会不会觉得好奇 第一场正式的自由车比赛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得要从1790年的法国说起 当时有一位西夫拉克伯爵在下雨天他突发奇想 于是发明了木马车 这种是由两个轮子跟几个木头拼凑而成的木马车 于是从此风行起来了 随着时间的演进 单车也不断地进化 经过了80年 英国人罗松又在自行车上头装上了链条 还有链轮 用后轮的转动来推动车子前进 就成为现今自行车的雏形了 有了自行车就开始有竞赛 法国是在1868年举行了世界上第一场的自由车比赛 35年之后的7月份 同样在法国则是举办了第一场的自由车环法赛 这场赛事到现在已经有114年历史了 是每年7月份的一大提摊盛事 回来讲台湾 我们是在1988年开始举办国际自由车环台赛 这可是获得了国际自由车总会UCI认可的 一级大型顶尖国际赛事哦 深受到各界的瞩目 我们就来看一看台湾的选手们 是如何积极地备战要跟各国好手一针高下呢 请看报道 环台赛前的实力模拟战就从淡水开始 职业车手犹如训练精良的特种部队 由徐瑞德教练领军的这支车队 在2017年环台赛中安排 陈建良 陈建州担任主将 与车队其他战将分工合作 建良的部分它是比较全能型 如果再细分的话 他的充斥能力是好于他的爬坡能力 陈建良的充斥能力 目前在台湾排行数一数二 但他原本的赛场是田径 从高一才开始接触自由车 却在短时间内进步省速 拿下好几名金牌 而陈建州则跟他互补 是爬坡型选手 尤其擅长中场波段 而在环台赛前的训练 教练则是安排让两人各自领军 抢攻山头 车行至富贵角灯塔右转上山 这是第一个爬坡点 车队排序在这里开始有了变化 作战计划已经开始 本来就是让阿凯当建良的 他的发射台帮他带 然后其他的四位要帮陈建州 就是二打五 那两个人的目标 刚刚上这个坡就是要到仁爱之家 看建良跟建州哪一个 能够先通过登山点 开始抢分点 作战部署有破风手 为主将开路挡风助攻 要让冲线手攻略抢分 当然这次行进过程 策略运用更是得分关键 自由车不断往前行 没有停下的可能 只能靠着团的默契重新调整彼此位置 第一次山路距离两公里 而接下来是足足三倍长的山路 对自由车手来说 是此战最大考验 训练公里数已达62公里 是总距离的一半 选手们赶紧抓紧时间拿补给品 这种低温的天气 能量的流失会比水分还快 所以今天的补给策略 在能量的补给上面的频率跟量 一定要比水还要足够 就在要进入第二个爬坡路段前 20公里左右 教练就开始频频叮咛选手 该喝水的喝水 进食的进食 要在下一个抢工点前 加足马力 徐类德对待这群选手 就像自己的孩子 在严格要求挑战极限下 仍旧注意着他们的身心状况 主将陈建良去年在大专杯 摔伤进入加护病房 当时远在国外的他心急如焚 那是在场地上发生的 对 他就是在抢中点的时候 然后摔倒 摔倒之后我就昏迷了 然后到医院 就是我醒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就是颅内出血 然后锁骨斑掉这样 这次重伤足足休养了三四个月 但可贵的是 身为主将的陈建良 从没想过放弃 复健期间 用着惊人的意志力冲过来 刚开始我恢复训练的时候 就是会怀疑说到底行不行 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起的时候 我头会晕 就是轻松起 我头就很晕 身体的疼动可以克服 但受伤后的阴影 得要靠强大的心理建设 对啊 我会告诉自己 就是好了之后再继续 就是再重新再来过 就是会比人家还要再辛苦 成功没有捷径 只能练习再练习 尽管现在陈建良的左耳听力 受到影响 但他的速度跟技术 已经恢复往常一般 主将这资不容小觑 最后关卡 六公里的山路 距离起跑点 已经进入第三个小时 学手的体力 已经到达最后极限 而在这段山路当中 要考验的就是选手能承受的最高速 三点 三点 这个柱子 抢分点 拼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这个冲冲点而已 就是努力就是咬着牙撑下去 对啊 大家就是 靠最后那一口气要抢那个动点 自由车队的训练 除了平日暗表操课 赛前模拟 其实更需要的是实际的比赛 对于培育出国际级选手 冯俊凯的教练徐瑞德而言 台湾有一个世界级的还不够 他的期待是 让更多选手站上世界舞台 倒是希望是我们国内的选手 都能够遍地开花 然后可以有 同时有五六个 甚至于期望更多的选手 有这个实力 够得上能进一级车队 撒下种子 就是希望这群自由车建额 未来的路都能够继续前进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台湾车队的好手 目前正在积极地为国际自由车还台赛 在积极地备战 其实这个比赛真的非常的辛苦 因为所有的好手在五天的赛程当中 平均每一天要骑110公里的路程 可以想见这个比赛的艰辛 那么他们在过程当中 要跟各国的好手比体力 比耐力 比技术 当然还要比的就是各种的技巧跟速度 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的是 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的秘书长 李开志 李秘书长 欢迎秘书长 主持人好 全国观众大家好 好 秘书长今天要带我们来 深入了解自由车的公路赛这项运动 那么当然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秘书长了 秘书长本身也是国手出身的 而且非常的厉害 你们包括了自由车 铁人三项 还有马拉松 真的是十项成能 不过大家印象最深的一战 也就是让您一战成名的 应该是在1976年 也就是算一算有41年前了 当时您代表国家参加的是 哥斯道里加公路赛对不对 不过后来获得了背国旗的人美名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那次虽然说是背国旗 但主要是您胸前的中华民国旗 在国际媒体露出之后 让大家都认识到台湾 这是一件事情 但是更重要的是 其实你不是背国旗 而是背着单车 当时是怎么回事 时光隧道是在1976年 77年跟78年 那在1976年那一年 我们第一次去 从台湾坐到那边很远 对 比赛也很竞争激烈 因为自由车在中南美洲 也是很盛行 它跟足球一样 比赛我们那天是要比一个礼拜 总长度要跑1400公里 然后在中店前 要做最后的充实的时候 正好 因为我是在领先集团 领先集团 总共有差不多 将近七八位的选手 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那边观众也非常踊跃 非常热情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没有做好 两边富然的安全防护 毕竟40多年天了 所以大家真相要看冠军是谁 所以我们大家选择在做 最后充实的时候 就有一个小孩跑出来 所以造成一个集团的大车祸 那时候我们领先集团 在那边一片混乱 然后这个受伤的受伤 你看一下我这个 这个都是在各世代家流血 眼角都流血 对 膝盖这个都是 对 但是那时候的规则 只是你忍车都一定要到终点 所以不假失所 不管 马上单车拿着 车子就扛起来 扛起来 就奔向终点 奔向终点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电影情节 对 不过我们把镜头马上要拉回到 这一次非常激烈 而且非常精彩的环台赛 其实环台赛在2005年的时候 已经被国际自由车总会UCI 列为是一级顶尖赛事了 而且现在也成为了全亚洲一个非常标的赛事 我们要请教秘书长的就是 您曾经说过 以前这个比赛还要去拜托人家来参加 人家说我考虑一下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报名一出来之后 世界各国的著名的车队都会主动来联系 所以说要参加 这多年下来的努力是不是真的已经看到了成果 是 大家 企业经营 最怕的就是没有市场 没错 我们从事运动产业的也是一样 那我们办运动赛会过去 因为我们办这个国际的体育活动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有世界各国的 能够到台湾来 好手可以过相顺 最好能够都有顶尖的好手 当然 那你知道我们过去的处境也比较困难 尤其你的赛会又没有受到国际的肯定的时候 你有时候要邀请人家来 我们都谈了很多条件 比如说我们提供你什么 比如说持住机票 甚至到商务舱 甚至给你出厂会 但是他们兴趣不是很浓厚 因为毕竟你这个赛会 如果在国际上没有受到 一个注册肯定的话 他们就是说接受你的条件到台湾来 比赛的冠军 他也不能代表他是国际的冠军 我接任了自由赛协会以后 我是想办法要把赛会的level要提升 所以在2005年也非常荣幸 受到国际自由赛总会的肯定 然后列为我们的重要赛事 但是国际自由赛总会 你要把它要列为你的顶级赛事 重要的赛事 第一个你的交通控管 因为毕竟这个自行车 自由车的比赛跟马拉松不大一样 因为我们的速度太快了 尤其那些职业选手你看 都没有刹车的 那个看起来那个力 运动的利于美 真的是为什么自由车运动 像黄霍会这么疯狂 然后你说我们要做好 全国交通的路线的空管 过来就是说你的这个组织 你的组织有没有见解 从开始选手要到台湾来 你所有的接待 所有的安全的 欢迎他们到台湾 然后安安全全的 又把他们送到他们肥果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的散述 所以我们要成为 重要的顶级赛事 所以我们提供 很好的这个吃跟住 不过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 其实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 对于台湾来讲 真的是意义重大 怎么说呢 我们简单来讲 就选手的培训来说好了 其实对于选手 也会有很大的实力的提升 因为企业界有所谓的 碾鱼效应 我们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什么叫碾鱼效应 其实就是以前 这个挪威的船长 在捕沙丁鱼的时候 要确保沙丁鱼一定要很新鲜 怎么做呢 就是放一条碾鱼进去 那碾鱼在那边游来游去 沙丁鱼不是要躲闪吗 这样子也练就了 这些沙丁鱼的活力 那么把它放在这个比赛项目 也是一样 引进强的选手 也可以让弱的选手 慢慢的提升实力 那我们要请教的就是 办了环台赛的时候 是不是对台湾的选手 就有产生所谓的碾鱼效应 是 主持人很内行 用这个碾鱼效应来做启发 对 因为我想 我们做人都想 有一句话叫 见弦施起 看到好的我们就要学习 是 对 这个就是一个榜样 我想我们要打造 国内的运动员的水准的提升 光是在国内这样的一个 自己人在那边对练 是没有办法提升 所以一定要引进外来的 刺激 这个高手来刺激一下 过去的环台赛 我们有一个隐忧 我们中华队只要能够 跑完全程 我们还会给他一个奖励金 只要跑完 我们的条件都不很苛刻 只有只要你跑完全程 我们还会颁给他奖励金 是这样 对 但是自从这样多年来的 一种锻炼 一种强化 现在我们要求的 不仅是要跑完 我们现在也要 挑战领先集团 尤其在最近这几年 不仅是要领先集团 还能够要超越优胜的名次里面 所以自从过去的 我刚才介绍能够跑完的这些选手 现在你看 逐渐的不仅是跑完 又竞争到主流 又竞争到名列前 我们国内的几位选手 现在都屈指可数 比如说像黄俊凯 对 一哥 对 他这样的一个耳濡目染 然后将要经过这个环境的 这样一个锻炼 心理建设成熟 然后这个很有自信 然后跟个国际的高手 这样这个切磋 这样也慢慢的 我刚才讲 渐血施起 看哪 抢的选手 你没跟着他 就这样一直强化起来 是 其实现在国内 这个自由车的风气 越来越盛行了 这不禁就让我马上 想到一部电影破风了 先前很多的观众朋友 也看了这部热血电影 这个看着让人家觉得 哇 骑自由车好帅 好拉风 当然也很热血 但是中间会强调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你是强调团队的合作 团队的战术 民主长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曾经提过 我看过一篇您的报道 有人访问你 你就说对 有时候骑自由车 还要有点提敌战术 对不对 那么这个部分 斗智斗力应该要怎么样来运用 对 我们这种自由车tour的比赛 他有一个门道就是团队的战术应用 这个跟一般的马拉松不大一样 因为马拉松你只要体力好 你就一直跑到中间 坚持到底就对了 但是我们自由车 你不仅是要速度好 你体力要好 你的关键战术要好 对 你战术一定要跟你的队友合作 比如说到最后冲刺的时候 有一个假想敌 他要冲出去了 你以为这一位可能就是要 冲中点的冠军 但是你就跟着在他后面 也跟着出去的 但是他到中途他就放掉了 你才知道中计 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你从左边 有的对手是从右边超出去 你不知道你也跟着他 从右边超出去 其实另外冠军的这一位 是从左边就超出去 等到你发现 他从左边超出去 你要转到左边 要跟着他的时候 又是慢了百分之一秒 你知道我们自由车的压线 不是说好几秒 都是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这样就决定胜负 所以我们有一机会在说 一轮之差 就是一个轮胎的就赎赎了 不过当然要筹办 刚刚秘书长也提到了 整个公务赛要筹办的过程当中 你看安全真的是非常重要 还有所有的时数的张罗等等 我们在整个筹办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的地方 我首先要讲筹办的困难 第一个 这个路线的选择 我们关系路线查看 要看了很多次 然后路线的设计 要平路高山下坡 然后转弯 这个我们都要去设计 都要把它纳进来 过来 路线选好了以后 最大的困难点 我刚才有介绍 我们这种高速度的竞赛 要做好全部的交通控管 这个如果没有 全国的警政署 警察单位 交通大队来协助 这种比赛是没有办法 所以关系这些交通的控管 就是要开协调会 你知道我们现在台湾的 交通也比较蓬勃发展 而且民意也比较高涨 你稍微给他阻碍到交通 他有时候 如果没有同理心 他就可能会有一点情绪上 所以这个对我们交通的控管 是有很大的挑战 过来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敬畏的筹目 因为毕竟我们的国情 跟其他国家的不一样 国家可能有基本的基金 可能由政府来主导 比如说你像早期的这些文化 他们都是有人政府来主导 然后等市场成熟了 他就由民间来 铁手 对 尤其 因为我们台湾是 过去是从业余的运动 现在要开始要夺牌 所以要进入到 所以大家要一起来努力 不过更值得 大家觉得很开心 也就是在今年 终于有台湾的选手 要去参加环法赛了 环法赛被说是 这个拳地表 可能是最困难的运动 这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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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